天氣熱了,濕疹怎麼辦? 學這六招,輕鬆搞定 隨著氣溫減高,代表很容易癢癢的濕疹 一組酷日子又要回來了 不想抓成這樣,就要注意這六件事 天氣濕熱,黴菌很容易誘發濕疹 所以運動後流了汗 不要想說懶不去衝 趕快用清水洗乾淨擦乾 再用不含香料的乳液塗塗 適度的曬太陽,可以增加皮膚免疫力 但每週三次,每次半小時就夠了 不要忘了還要塗防曬油 但如何挑選防曬油也是有學問的 不可以挑太多化學成分的 要挑純物理性的 天氣熱就想要去玩水 但一般游泳池都有加律 對患濕疹的人不好 所以游個30分鐘就該起來啦 愛穿緊身褲的請仁仁 太緊了,皮膚會無法呼吸的 愛護你的皮膚,請愛穿唇棉 最終是最後一項 不只針對試診 也是保持身體健康的基本 就是多喝水跟多吃蔬菜水果 等我新聞跟著做就不用抓抓啦 報導 好,請慢bed 謝謝 谢谢大家